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又快速的海鲜四季豆 这个做法没有做的贵才好吃 现在我们首先准备已经洗干净的四季豆 将它的头去掉,再切成一段一段 切好后放在碗里定用 再准备一个红辣椒,将它去纸,再切成粒 如果你不怕辣的,那个纸也可以,不要去掉 切好,装好,备用 现在可以开炉了 锅热放入油 油热放入洗干净的鱿鱼须,将鱿鱼须煮开 将鱿鱼须翻炒一下,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约30秒就可以了 然后再放入洗干净的小袋子 将鱿鱼须和小袋子翻炒一下 然后调料,胡椒粉,生抽黄 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这时候锅里的水已经开始干了 再放入葱,辣椒,翻炒均匀 炒的时候水分要留一点 不要太干,干了就不好吃 用碗装起来备用 锅不用洗,再倒入油,蒜蓉,翻炒一下 再放入西鸡豆,将四鸡豆和蒜蓉翻炒一下 再泡入调味料,盐,糖 将所有的材料再翻炒均匀 炒约1分钟 再倒入一点水 再将四鸡豆翻炒均匀 将四鸡豆炒大约2分钟 四鸡豆变成绿色就可以了 炒的时候四鸡豆里面有一点水 这样的四鸡豆才容易熟 而且四鸡豆熟的比较均匀 现在倒入海鸡 将所有的材料再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不要炒的太长,炒的长就不香了 海鲜四鸡豆就做好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一个点赞 有时间给个评论给我 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 这个菜做的怎么样 有时间 有时间 又点一个订阅 先四鸡豆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节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